歡迎收看精靈天下 美股四大指數 在週四是全面收紅的 包括費半跟納斯達克指數 收盤都是創下了歷史的新高 特別關注的是超微AMD的市值 現在已經突破了3000億了 那麼大家也在關注 一兆美元俱樂部 誰會是下一個成員呢 既然外媒也點名 就是台積電是其中之一 不過說台積電在六月之後 總裁魏哲家將會全面的掌舵 在昨天臨時董事會 也公布了兩位的共同營運長 至於第三代的接班 在這一次有兩位副手 是特別受到關注的 我們再稍後都會帶您關心 另外印度現在也積極 在發展半導體產業 而利基電就跟印度的塔塔集團 合作要新建金元廠 另外還要關注的是 在零零九二九掀起了月配起的熱潮之後 當然也在關注 接下來這個零零九三九還有零零九四零 是不是存股足也可以跟風呢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 為您邀請到金周刊顧問林洪文 大家好 台積院產經資料庫總監劉佩貞 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陳薇良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林有明 大家好 我們先請教薇良 就是在這一次超微的股價 我們看到在周四的時候 一舉就飆漲了百分之九 而且市值是已經突破了 三千億美元大關 包括戴爾的一個財報 也非常的亮眼 盤後同樣是大漲了將近百分之二十 美股科技股的這個漲勢 目前是還沒有停止的跡象 我們先從超微的股價跟市值來看 當然這是一個心理層杯 它也來到三千億美元 不過能夠對比說 目前AI晶片的霸主 就是輝達 事實上市值是已經衝過了 一兆美元 基本上這是一個所謂AI晶片 在供不應求的外溢效果 所產生的一個現象 因為現在其實你只要能夠提供 真的是高效能的AI晶片 其實企業都是搬著錢 在預定 在搶貨的 因為輝達本身 整個產能 還是沒辦法滿足所有客戶需求 當然市場商機這麼大 所以超微也跨進來 甚至包括像高通也跨進來 所以未來大家 其實在業績上面 也都能夠分一杯羹 市值也渴望水漲船高 基本上最近外資券商 也紛紛的看好超微的 營運前景跟目標價 包括像花旗 其實對它 基本上是用超級看好 來做論述的 但我想其實這一波 當然在股價大漲的背後 有幾個現象我們要來留意一下 第一個來說的話 其實最近超微的執行長 蘇之鋒 這也是台灣之光 但是這一次 它這個逢高 有減碼超微的股票 大概拋售的數量 是達到12.5萬股 這個時候高點賣股票 也會讓市場 會不會有點擔心 一定擔心 我想因為這個 從去年的美股的科技熱潮以來 當然我們陸續看到已經有些 不管是說執行長 或是說創辦人 可能都有一些 賣出股票的動作 可是我必須強調一件事情 這一次超微賣股票 跟過往一個最大差別是 它並不是在賣那些 並不是在賣那些 有效期的選擇權 它是把原本的持股 拿出來拋售 這意義是不同的 因為其實在美國科技業 這個高層是執行股票選擇權 然後換到股票之後 因為它必須在一定期間內要處分 所以那個有時候說真的 你必須 就稍微體諒一下 它必須要去變現 這個可能它有一個時效的壓力 但是這一次的意義 比較不同是在於 蘇之鋒他賣的是原來的持股 不是這些選擇權 去轉換而來的股票 所以可以說是非常罕見 當然我想國內外的原理 都一樣 這個股價漲多 當然是利多拱上去的 可是對於外部的投資人 包括你我 包括華爾街機構法人 大家看到的都是 目前眼前的利多 說實在話 可是只有內部人 他可以比你早三個月 甚至比你早六個月 看到的是未來 我不敢說未來六個月後 一定是利空 但是他畢竟會比我們 領先好幾個月 所以在這邊賣 我覺得多少有隱含值 是不是超微的股價 有點偏貴 事實上也不意外 這一次整個領頭的 所謂的美股科技七雄來說的話 看起來已經有一些雜音了 包括就是很著名的 喬水基金創辦的達里 他認為美股七雄 現在有一點泡沫 這個用字其實是還滿有藝術的 他也不是告訴你 這邊叫崩了 也不是泡沫 他是有一點泡沫 對 我這樣講好了 其實我覺得科技股 本來就要帶有一點泡沫 才美好 怎麼說 你試想一杯啤酒 如果完全沒有泡沫 好喝嗎 不好喝 就要有一點泡沫 但你不能裝滿滿的一杯 結果發現裡面 一半都是泡沫 一半甚至80%都是泡沫 不過喝了半天之後 好不容易才終於喝到底下的啤酒 所以其實我覺得科技熱起來的時候 本來他就要帶有一點泡沫 因為市場上就是投資跟投機 他永遠會並存並行 只是那個比重的高與低的差異 但是他這邊當然有提到 目前也並不是說 整個科技七雄全面的泡沫 其實像這個Google的母公司Alphabet 還有像這個臉書的母公司Meta 他認為在這裡面 還是相對便宜的 不過大家可能很關心的極檔股票 像微軟 像輝達 他就沒有認為特別便宜 但是我必須強調 所有現在美股這些科技七雄 最重要是業績能不能持續往上 因為如果你的未來的營收 或者說獲利 財測能夠不斷上修的時候 其實你不要以為漲多之後 他會變貴 有的時候是股價漲越多 反而本益比是一直在往下調 因為獲利成長上修的幅度 可能是更快過於股價上漲幅度 所以還是要緊盯財報跟財測的變化 好 當然大家也很關心 誰會是這個美股當中 下一個趙元俱樂部的這個成員 現在外媒就點名了 臺積電應該是其中之一 我們要請教薇良 大家都非常關注 臺積電的股價 在先前站在七百零九元之後 大家也在想說 接下來到底還可以到多少 我們來看到這一位藝人黃燈慧 他就說 護國神山 不是浪德虛民說 他緊抱著都不賣 他說破千元是遲早的事 那麼你會怎麼觀察 好 那黃燈慧 其實他是演員 主持人 也是知名的搞笑藝人 但這一次他講說 臺積電會破千元 我覺得他沒有搞笑 他是出席活動的時候 是記者問他的 跟他可能私下聊 因為這個臺積電 他曾經是主客的工程師 對 所以我要講 他畢竟對於產業 他還是有一定的認知 所以他不是說 像是之前有一些網紅 或者說有一些藝人 真的是可能有一點 比較隨性的去買股票 對 我相信他到現在為止 應該還是有他產業界的人賣 重點是在 他提醒這些記者說 當然你手上台積電 如果你有賺錢要賣 股票反正就是 你隨時都可以賣 但是對他來說 他覺得一定會上一千 所以不到一千元 他是不會賣的了 真的會有機會到一千嗎 維拉 有沒有這個機會 我們大家來看 另外這個大家應該很熟識 知名的YouTuber John Matt 其實他之前比較 讓大家印象深刻是說 他曾經提到 因為他在640元的時候 相對高點去買進台積電 被套了 結果後來股價大跌之後 他說因為因此 幾乎他的帳面損失 相當於就是一台大牛 一台超跑 差不多帳面虧損2700萬 結果這一波上來之後 尤其是今年1月到現在為止 整個台積電股價表現非常亮眼 越過了640 甚至最高來到709 所以他就PO文說 一張不賣奇蹟自來 其實基本上 這個著名的藝人或網紅 其實大家都有買台積電 也不意外 因為這個是國民股票 但是最近有一些 國外的媒體機構就去點名 接下來除了幾個 科技巨頭之外 誰能夠問頂 意義非凡的 市值突破 造美元的俱樂部 這裡有三家公司 機會滿大的 第一個就是巴菲特 組長的波克夏 海社會投資公司 第二個是減肥藥 最近有爆紅的里萊 第三個就是我們台積電 這邊我覺得 其實波克夏 現在市值已經超過9000億 它是最有機會的 不過媒體是形容它 它比較像是烏龜 所以它是穩步前進 感覺已經快到門口 你以為等一下 下一步就到 抱歉 烏龜的話 可能還需要很久才能夠走到 另外減肥藥的里萊 就像是兔子 輕盈如蜂 這導致有機會 如果題材持續的 有熱度的話 一跳可能就越過這一道 兆元門檻 至於台積電 我覺得沒有那麼快 沒有那麼快 你如果講說 1000元的目標價格 跟1兆美元市值來講 我覺得1000元比較快 1兆美元 我算過 因為台積電現在市值 大概6000億美元上下 所以還要再漲個60幾% 將近7成 你折算成台灣股票的價格 它要漲破1100元 所以當然是1000元比較快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各大法輪機構 因為對台積電 長線的營運非常信心 包括不要說 今年的EPS預估 明後年都估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 這邊如果看到 七字頭的目標價 都太保守了 太客氣了 未來一定還有上修空間 就是700多塊錢比較多 我們要怎麼來估算 簡單來說 目前根據華爾街法人的預期 台積電今年EPS 平均值落在38.9 這個數字 我必須強調 還有再上修空間 估且先以38.9來算的話 因為台積電 歷年的本益比區間 大概就介於14倍到22.8倍之間 是一個常態 平均值是16.9倍 至於說 要碰到大利空 才會有極端值的10倍 或者說超瘋狂的時候 才會來到28倍 所以你大概就可以抓這個區間 如果以今年的獲利乘上 平均本益比來看 是657 這個是當作今年 基本起跳的價錢 起跳價657 為什麼這樣 因為今年的台積電 是營運開始成長 復甦成長 所以你要從平均的本益比 往昂貴價 本益比區間上緣來走 所以往這個方向來前進 所以說 站上七字頭 然後到下半年以後 你慢慢來瞄準八字頭 我覺得是合理的 那至於說 你再展望到明年來看的話 事實上 當他EPS創歷史新高之後 登上千元也是有機會 對 所以千里之外 我想絕對不是夢 值得大家國民 一起來擁抱這個夢 好 剛剛衛陽 帶我們看到台積電 在未來營運後 是看好的一個情況之下 股價確實是很有機會 去挑戰千元大關 不過台積電 未來的營運究竟如何 誰是掌舵者 就非常重要了 我們要請教洪文哥 魏哲家他在六月之後 就是董事長兼總裁了 可以說是全面掌舵 在昨天臨時董事會 是任命了 包括秦永沛 還有這個米玉堅 來擔任共同營運長 但即便如此 其實大家更關注的是 另外這兩位副手 是 是 好 我們剛剛搞笑藝人說 台積電看一千塊的 那其實我們魏哲家 魏總裁其實也滿搞笑的 搞笑的是等一下再講 我想他這個新的人事佈局 就不搞笑了 我想很嚴肅的 那剛剛講就是說 他這一次公佈了 兩個共同營運長 秦永沛 米玉捷 不是玉米捷 那個秦永沛 他是台積電 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他從第一天開始 他從那個198年成立的時候 工業院出來的時候 他就是其中的一個 130個 所以人家說他不只是開國元老 人家都叫他勤工 那他在台積電當然 這個一直都是負責 就是說營運的部分 營運其實就是台積電 最重要的部分 管工廠 管生產 那還有 其實他還有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說 大家記得2009年 這個張忠謀把蔡理寢換掉 那一次 那不是當時蔡理寢先生 有裁員裁了一些人嗎 後來張忠謀先生 他稱他為台積電的 永遠的總工程師 台積電的總工程師 那當時呢 因為裁掉的人 他想要把他找回來 所以他那時候 張忠謀不是回鍋 擔任CEO 他就是請秦永沛 來負責這件事 對 所以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他在張忠謀先生的心目中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值得信任的人 對 你要信任他 而且員工也要信任他 因為已經被裁掉 他再找回來 對 所以我想秦工 我想有這樣的一個位置 那當然他現在共同營運長裡面 他就是負責營運的部分 主要以營運為主 那敏玉傑呢 這一位是台積電 在做研發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那是讓大家知道 台積電研發是從蔣霸 之後有這個好幾位 那他是後面裡面 最重要的這個負責研發的人 那台積電現在占一半以上的營收 七難民 五難民 都是他負責推動的 所以我想他也是一個重要的人物 那我們說這兩個共同營運長 大家都覺得說 是不是以後就是他們接班 我想不一定 不一定 那現在就是說 我覺得有兩個副手 其實角色非常重要 那一位是侯詠卿 一位是張小強 那張小強等一下再講 侯詠卿之前我們有提過 那個他是兩件事情 他之前是負責台積電的DTP 就是負責設計的客戶 怎麼樣把那個設計 放到台積電的生產 可以做得非常順暢 那這件事他做得非常好 所以當年的蘋果的訂單 其實就是他這個有很大的功勞 那這個 然後另外就是說 他也比較負責這個業務 業務的部分 他現在是歐亞業務的負責人 那他另外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去年三月 接了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的理事長 那我們之前說 在節目有聊過 對 接理事長 對 接理事長 過去都是董事長 CEO 總裁 他是副總就接 對 那這一次跳出來張小強 但他比較不知道 那過去大家好像比較不注意他 好像有一個說法是說 因為他是北京清華大學畢業的 他是大陸出生的 當然他後來到美國去讀書 然後去還加入了英特爾 那他英特爾做得非常好 他還是英特爾的那個fellow 就是被選為這個很重要的人 那他在英特爾的時候 他也負責技術跟製造 所以我想他在 然後這個在全世界的知名度 其實也滿高的 他最近在有一個論壇上面 他發表台積電的未來的 那個製程技術的一個發展 那很多點 很多點那個按讚 是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所以我想就是說 為什麼講說這兩個副手非常重要 因為 目前來看就是說 秦永佩跟敏玉傑兩位 他們可能在意願上 不一定想要接西優 而且秦永佩的年紀也比較大 他其實也是 大家說比較接近退休的年齡了 是 對 那這兩位侯永卿跟張小強 反而是蠻有企圖心的 他們想要去這個 他們有接班的 這樣的一個很強烈的 一個企圖心 所以是先請兩位共同營運長來帶他們 對 所以目前的情況就是說 我們看到這兩個副手 就是說讓很資深的 很兩位資深的共同營運長來帶他們 然後也多讓他們歷練 因為我剛剛講侯永卿跟張小強 現在兩個人都比較是負責業務 那大家知道就是說 臺積電非常重要的是三個部門 研發 製造跟這個業務 那研發跟製造兩個人 他們當然像張小強以前在intel 也做過技術 也做過製造 但是兩個人終究在臺積電 還需要再多一點的訓練 那我覺得這個這件事情 也很重要就是說 張中某當年怎麼樣培養位置家 他就是讓他輪掉在業務製造跟研發這幾個部門 所以事實上昨天那個揚明交代頒那個名譽博士給這個魏澤家 那張中某今天就不是就講 他說他是歷練很完整的 甚至就是說魏澤家本來是管那個工廠 管了一萬多人 可是後來張中某把他調到去做那個業務 只管了六七十個 結果他還是笑笑的就去接受 所以那個績效也很好 所以我想就是說 張中某怎麼樣訓練魏澤家 魏澤家也接下來會怎麼樣去培養 訓練以後的接班人 對 我其實也幫大家去找了一個內部 臺積電內部昨天公告的 就是有一個重點 那剛剛我們講的就是敏玉傑 他負責研發業務還有北美 那張小強是他的副手 那另外秦永佩就負責營運為主 然後歐亞業務品質可靠等等 海外辦公室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歐亞業務跟北美的這些業務 將會在七月一號 今年的七月一號會整合 整合成全球業務組織 而且是由向張小強報告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接下來七月以後 整個臺積電的業務 通通是張小強來負責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他的重要性也是 對 當然就是在業務 他是整個大權就是抓在他手上 大權在我 所以我想就是說 這我們現在很難去斷定 兩個人接下來誰會接班 但是但是我想就是說 兩個人都有一定的這個接班的架勢 現在市場都認為說 洪友慶的護身是最高 不過要請教洪文哥 現在攤開臺積電裡面 資深副總還有整個副總團隊 人才積極攤開二三十人 那麼為什麼大家會認為說 洪友慶會最有機會 是 我剛剛講就是說 他他其實很早就加入臺積電 他比會增加又早一年 那另外就是說 他剛剛講在這個設計服務上面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重點 因為他雖然是一個輔佐單位 可是臺積電最重要就是整個客戶 去做一個雙贏的一個結果 雙贏設計服務過去是一個比較輔佐的單位 對 但是但是 不是主流 讓讓侯永慶把他做大了 做活了 那我們剛剛講就是說 過去其實在這十幾年之間 這個侯永慶他是有功勞的 那剛剛講的 不管是蘋果 或者是後來的好幾家大的公司 因為設計 這個是臺積電非常特別的一個 就是說他贏過三星贏過intel 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他把所有的這個設計的流程 跟臺積電的這個製程 可以綁得很緊 所以很多客戶 只要進入臺積電生產 大概就跑不掉了 所以我覺得侯永慶應該是一個重點 但是您剛剛也講 歐亞業務七月之後是整合了 而且要跟張小強報告 現在看起來張小強也是很重要 而且他過去被人家說 他其實在臺積電也是月升的速度很快 人家是說他是最資潛的資深負責 對對對 那我想沒錯 就是他二零一六年才加入 你看到現在還不到 才八年而已 所以其實時間很短 所以我剛剛講就是說 為什麼過去大家比較沒有看到他 因為時間短嘛 是 對 那現在就是說 我這個他過去的經歷 我想因為很重要就是說 臺積電現在要往國際發展 他要國際佈局 所以他很可能也是需要一個 夠國際知名度的CEO來帶領他 所以我想張小強 就有這樣的一個特點 那這這件事情 那你看他在英特爾 從九十到十 是有遷入式的這個存儲技術 你看很多都是他這個推動的 那他又是院士 又是五十項 有很多的專利 美國專利 對 所以我想就是說 這兩位我想現在我們很重要就是說 我瞭解兩個人其實也有一點餘量情節 所以要把他分在兩個部門 不要 那這個其實也是我常常在講的 就是說臺積電要把所有的優秀人才都留下來 那不要 你知道很多公司的部門 很多公司裡面就是會有這個厲害的人 動來動去嘛 動來動去之後就 有的人被選上了 沒選上的人就走了嘛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在臺積電 他們也是覺得這是很忌諱的 張中文先講過明言 他不要變成奇異 GE 那個選了一個CEO 那其他的候選人通通跑掉 這個他們要把好的優秀的人才留下來 這個我覺得是他們在接接棒過程裡面非常重要一個原則 好 剛剛洪文哥 在我們看到呢 包括洪友清還有張小強 未來都很有可能是下一任台積電的CEO 不過我們說到發展半導體現在印度方面也非常的積極 塔塔集團就攜手了利基電 我們要請教友明哥 他們要打造在印度第一座的12寸金圓廠 對 第一個部分 現在全世界都因為地緣政治風險的一個關係 在尋求所謂台灣加一或者是中國加一 包含先進製程的話 大家希望在台灣以外 找另外一個可以投資 或者是可以下單的地方 當然成熟製程就是以中國加一為主 現在的一個印度整個發展的過程 其實跟當時中國大陸的發展狀況很像 但是它現天的 現在的一個先天跟後天的一個條件 其實我認為還有包含它很多的制度 其實是比中國大陸好 等一下各位可以慢慢的聽我們講 印度政府現在已經核准 152億美金的一個半導體的金圓投資案 然後讓印度距離世界這個強國的目標 又更進了一步 152億裡面有110億 基本上是屬於建廠的一個部分 30多億那個是屬於組裝 晶片的組裝 還有包含比如說跟日本的瑞薩合作的封裝 自己其實印度也非常知道 就是如果我要來去做製造 可能成熟的OK 但是先進的還沒有到那個水準 但是印度要發展封裝 是絕對非常有機會 所以他們現階段的話 有點在走所謂新加坡模式 把封裝看成是他們半導體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現在邀請的一個利基電 各位要知道利基電 其實是比世界先進 更早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地方布局 利基電之前就有在新加坡 然後現在隨著這個地方 又到了印度的塔塔集團的子公司 這個地方的合作案 來一起打造這個12吋的一個晶圓廠 這個12吋晶圓廠還是比較偏成熟製程 大概是40奈米以上到28奈米之間 他能夠用的一個用途 大概車子 飛機 或者是你看到的一些3C家電等等 另外現在有很多的半導體的產業 大家都認為說 其實包含張忠謀先生也認為 即便他現在不管是 但他也認為印度是一個完全 不可忽略的一個國家 印度這個地方 也促請台積電進去投資 但是台積電有沒有進去投資 台積電沒有 因為台積電目前沒有印度的客戶 所以他就不用去 就近來服務 印度這邊的一個投資案 但是他有找利基電過去 他一直說服利基電 他一直跟利基電講說 其實你過去是OK的 因為成熟製程他們 確實也非常需要 而且還把新竹科學園機 提供各種的一個租稅方案 也提供給他 現在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看到了整個印度 整個發展的一個過程的話 確實印度在這個時間點 有考慮到當初疫情的關係 所以導致說整個晶片缺貨 讓他們害怕 他們比日本其實整整晚了五年 也就是說日本是2019年 台積電設了政治博士之後 開始有說服到日本 然後成立半導體 不管是成熟的也好 或者將來的一個先進 可是印度到這個時間點 才開始感受 但是印度找來的人很重要 2023年4月的時候 他任命為這個人塔克爾 任命為塔塔的一個執行長 他是一個海歸的身分 很多人把他比喻成 就是印度的張宗謀 就有點像我們當時 從得以把張宗謀請回來 配合李國鼎 配合趙孝東先生 我們一起把台積電給建造起來 現在的塔克爾就有類似這樣 然後來扛起了印度製造的一個部分 我們講到這個人塔克爾 他有15年的時間 待在美國的應用材料 所以他其實對上端的 包含設備端 材料端他很熟 後來他5年又到了英特爾 去當所謂IFS的總裁 也就是他提出來 把晶圓代工這個部門 看到台積電發展的一個利益 他把它分出來 分出來之後 當然英特爾就活了 而且當時 他還沒有來到塔塔之前 他英特爾的期間 他有說2030年之前 我要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的 晶圓代工的一個業務 當時就是他發出來 這樣的一個好語 待過印材也待過英特爾 對 你知道他做了什麼事嗎 第一個 在他的一個任內的話 收購了以色列的高塔半導體 然後又牽承了 跟聯發科的一個關係 所以其實他是有戰機的 然後現在在他的領導裡面 不到三年的一個塔塔電子 一方面已經成立 iPhone的一個製造能力 已經非常強了 另外一邊是在做半導體 不過我要請教有明哥 我們知道現在剛剛您提到 就是印度塔塔集團找利基電 一起來合作 但是為什麼財新傳媒的董事長 謝金河卻說 如果說你要投資半導體的話 他認為只能夠買台積電 他還點名三檔股票 他說千萬不要碰 真的是如此嗎 因為他說一般製程的晶片 現在變成的是殺戮戰場 對 因為當然我相信電視機 前面有很多聯電的股東 或者是世界先進 跟利基電的股東 尤其是利基電 可能在一掛牌的時候 就繼續買了 對 然後到後來是這樣 即便這個董事長 聽到這樣怎麼辦 對 聽到這樣怎麼辦 但第一個這個謝社長 謝董事長是有公信力的 第二個的話他講的 到目前為止看起來也是事實 也就是說台積電當然比較好 看不到不敢買台積電的人 如果跑去買聯電或世界先進等等 各位要知道產業上面 因為成熟製程已經變成殺戮戰場 我們先來講 市場上今年度還是看成熟製程 比較悲觀的幾個理由 第一個當然就是產業的功過於求 也就是說因為中國的產能 陸續的開出來 然後需求端又沒有完全的復甦 車子這一塊今年成長不大 然後第二個的話折舊費用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台廠 在這個地方的新產 一旦開出來之後 折舊費用不是叫貪提嗎 初期一定貪得比較多嗎 因為用加速折舊法 後面會貪得比較少 所以初期比較多的情況之下 初期的費用就多 你獲利如果被費用吃掉了 但是你營收又起不來 這個地方就有限 電力當然也會是一個 費用增加的原因 可是我要講一句持平的話 也就是說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美中半導體 在晶圓代工市占率的一個變化 如果以美國來講 2023到2027基本上是 以先進製程為主 因為它在成熟製程沒有增加 中國部分的話 其實先進製程是掉下來 但是成熟比重是增加 台灣的話是兩個都掉 台灣是兩個都掉 先進跟成熟都是往下掉 都在往下掉 所以我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這一塊 就是說中國會不會成熟製程 太多的擠壓到全世界的一個攻擊量 中國現在的一個完工的晶圓廠 有44座 再建的有22座 計畫中的有10座 然後如果我們是用這個寸 12吋 8吋 6吋來分的話 12吋裡面各位看25座 14座 9座 現在的這一塊 25 14加9 大部分都還是成熟 然後8吋跟6吋更不用講 都是成熟 現在來了一個問題 現在是所謂的一好三壞 三壞當然就是1 2 3 這三個不好 但是好的部分是 要是萬一美國把中國所有的 成熟晶片的製程也好 或什麼 全部都切割了 第一個 你美國現在是不是沒有增加 對不對 你台灣其實增加的量 也不大了 對 所以也就是說 中國就佛自己了 美國你的量從哪裡來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你要從台灣 或其他的地方來補 所以有的時候不見得這麼查 好 要再請教永明哥 我們說到底這些二線的 經驗代工廠 他們這個股價表現如何 我們知道世界先進 一月的營收其實不太理想 是年月雙減 但是如果說以聯電來看的話 他計畫配發三塊錢的股利 他其實殖利率有6%以上 對 聯電其實是比較早去國外的 那世界先進是 基本上是沒有在國外佈局的 所以以聯電來講 他的走勢就比世界先進好很多 對 所以我覺得聯電是這樣 如果你在長時間來看 當然台積電會剩聯電 但是如果你在這個時刻 你說我要去買現在的台積電 跟買現在的聯電的話 搞不好半年之後 你會看到聯電的表現 反而會比較勝出 對 會有這樣的情形 雖然是這樣的 我們剛剛講過那個理由 但是世界先進 就完全跟聯電不一樣 第一個 它本益比聯電貴 第二個 它幾乎沒有到什麼地方去 而且它在中國大陸的 一個佈局又最多 所以我覺得這檔個股 各位就先比較保守看待 好 另外我們要來關注的是 台積電總裁魏哲教 他其實也有提到台積電 為什麼大家都認為說 它的地位在這幾年之內 真的是很難被撼動 主要是因為它有三大的優勢 那麼三星英特爾 我們要請教劉總監 如果說想要跟台積電競爭的話 那麼這個魏哲教 他是說門都沒用 我想總裁霸氣的這個回應 其實是有所本的 那最主要是台積電 它有在先進製程超高的一個良率 還有在優異的一個製造技術 而且在這個客戶端 是跟這個客戶沒有 具有競爭關係的 所以這個是它相較於 其他兩牆最大的一個優勢 所以可以說台積電 它其實不管是在性能 或者是良率 或者是在客戶的接受度 都是全面勝出的 那我們從這個圖 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以在這個去年第三期的一個世界 就是整個全球晶圓代工的一個試占率 當然台積電其實是第一名遙遙領先 其他的第二名跟第三名 第二名跟第九名的部分 那另外還有關於在這個先進製程的一個 佈局的一個狀況 我們知道台積電 事實上它的兩奈米 要到這個2025年才會剛開始量產 但是現在整個客戶端 已經開始在增強台積電的一個產能 而且台積電它所謂的1.4奈米 也就是說它現在定義為這個A14的部分 也預計要在2027年開始來量產 那相較於來看我們看三星的部分 雖然最近也有對客戶來推出2奈米的一個原型 那還有祭出這個折扣價 不過我想客戶目前還是比較優心 在良率上的一個表現 所以這個是遲遲三星一直沒有辦法 對台積電彎道超車的一個最大的障礙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intel的部分 其實台積電的這個總裁他有表示 那麼台積電的N3P跟所謂intel的18A 那其實是領先的 那如果以這個時間來做一個對比的話 其實台積電目前領先intel的一個技術 大概是三年左右的時間 那而且在intel雖然在今天也其實發布了 它未來在2027年甚至會加速的來進行到 所謂intel的10A的部分 那我想這個後續呢 還是有待這個所謂的一個落實的狀況 這個其實都是非常有待考驗的 那另一方面我們來看先進封裝的一個技術 那當然我們看到三星他其實也有推出 像是iCube或者是在S-Cube的一個 這個先進封裝的技術 那intel的話也有EMIB以及在Folverless的這些方案 不過我想最佳的還是目前全球的整個先進封裝的技術 一個領導者 也就是臺積電他旗下的3D Fabric的一個技術 那也就是說他的包括了在COAS 以及在INFO跟SOIC 這個都是全面的勝出其他的這個競爭對手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海外擴廠的這個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臺積電目前還是持續的 當然深耕臺灣 我們看到最近其實在整個西部的一個幹線 都是持續是臺積電布局的一個重點 那當然另外就是指標性的去放眼全球的一個布局 那現在當然還是以日本的一個進程 其實是最快的 那所以整體來看海外的整個布局來看 臺灣他其實在產能的擴充都是有所本的 臺積電當然現在都是全面勝出的 不過未來還是要特別觀察就是這兩大業者 對他的一個威脅 那特別就是說三星的部分現在呢 雖然還是第二大 不過他未來其實在這個技術上 還是希望能夠 盡量的來做這個超車的一個動作 那INTEL的話我想 他雖然現在的市占率是比較偏低的 不過未來要更加觀察的其實是他會 恰奇是美國政府的這方面的力量 那特別是在美國晶片的一個補助款 有可能會達到百億美金 所以這個是後續INTEL他的一個優勢 也是我們要值得觀察的一個重點 你剛剛提到這個臺積電在日本的這個進度是很快嗎 其實臺積電董事長這個劉德英呢 他有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他們見面之後呢 那麼劉德英他也說了喔 接下來可能會在九州打造這個先進的半導體供應鏈 那莫阿姊就在傳會不會是日本這個日本三場的一個部分 我想臺積電在日本已經拿下了1.2兆日元的一個補助款 在一場跟二場的部分 那當然日本政府也希望臺積電能夠落地 就是三奈米的一個製程 那這個其實蠻有機會會在二零二九年可以達成 那也就是說未來臺積電 以現在的一個推進速度來看 日本似乎會成為臺積電在亞洲地區 另外一個重要的佈局的一個重點 那但是反觀在美國的部分 就是因為有關於在這個美國晶片法案的補助款 一直在延檔 目前就是還沒有辦法確定他的一個補助狀況 所以在美國廠的一個後續 當然這個狀況可能就會比較有大需要觀察了 那當然我想再提到就是未來臺灣整體的一個發展機會 那我想就是我們剛剛提的 還是臺灣可以藉由日本跟歐洲跟他們的一些合作 那槓桿當地的土地 還有水跟電這方面的一個資源 而且跟不同的環節 像是日本就是他的設備跟材料 來進行強強的一個結盟 那另外臺灣我們當然也會因為半導體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性的行業 所以還是會持續的祭出扶植的一個相關的政策 不過未來我們還是需要留意的 當然臺灣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的半導體供應國 所以各國還是非常寄予我們的先進製程的優勢 所以在這一塊我們還是對於各國的這個競爭態勢必須要嚴正以待 那最後當然提到的就是說 現在當然臺場在美國特別是在台積電的部分 在台跟就是在美國跟歐洲 它的一個設廠的成本的負擔 當然未來還是會相對比較沉重一點 所以會不會考量就是會影響到這個台積電未來比較中長期獲利 這個都是未來滿值得觀察的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看到00929帶動了月月配的風潮 那麼現在00939 00940是不是也可以跟風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了解 這集再見